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話說特朗普總統的第一屆任期就行章結束 來到這個最後階段 他不但沒有將工作抬慢 而且還要拿緊時間來做事 可謂敬業拗業 在今天他就簽署了多度的行政命令 而其中一道行政命令 就將中國 俄羅斯 朝鮮 和伊朗列作敵對國家 特朗普總統就指示聯邦政府各個部門 對於使用敵對國家所製造的無人機 要進行安全風險評估 並且提交報告 在必要的時候 還要將有關敵對國家的無人機 從聯邦政府的機隊當中掃走 這個行政命令 可以說是為拜登埋下了一個地雷 好了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說回這道行政命令 這道命令就指出 說聯邦政府無人機隊的工作 包括要收集數據 極有可能是會牽涉到敏感資料 當使用敵對國家所製造和研發的無人機 或者是相關的零部件 來執行任務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導致敏感資料外洩 特朗普總統就要求聯邦政府所有的部門 要在60日之內 向國家情報總監 和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提交報告 列明無人機隊的使用情況 國家情報總監 將會咨詢國防部等部門 評估無人機的安全風險 和提出措施降低風險 然後再向總統提交一份終極的報告 這道行政命令就反映得出 特朗普總統來到目前這個階段 都沒有將那些工作渣流灘 仍然是繼續全速地前進 繼續發揮應有的作用 而且還為拜登埋下了一個地雷 使他一上任的第一天就會中伏 因為這道行政命令 就將四個國家列作了做所謂的敵對國家 包括了中國、俄羅斯、朝鮮和伊朗 拜登一上台的時候都很頭痕 當然有些人都會擔心 到底這道行政命令 會不會很快被推翻呢 眾所周知 拜登只不過是幕後勢力 推舉他在前台 做戲的一個傀儡人物 他所做的任何決定 一定要得到幕後勢力的同意 才可以執行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會同意 因為根本上拜登有什麼政治魅力 可以做到這個位 無非是背後勢力推你上去 當然拜登就是親中親到出執的人 但是幕後勢力 即是所謂的利益集團 姑且稱之為所謂的深層政府 這班人其實純粹是利益主導 那班人沒有親到誰 雙人無祖國 哪裏有利益就撐哪裏 所以我認為 究竟哪裏的行政命令會被推翻 哪裏是會保留呢 純粹是視乎幕後勢力的利益之所在 特朗普總統的這裏行政命令 當然 無非就是要針對大陸的無人機 大陸的無人機是哪一家最出名 一定就是大疆 DJI 這家深圳的公司 因為 根據全球市場佔有率的調查 在去年 消費型的無人機 大疆市佔率是上到7.6 排第二的Purlitz只有兩成一 基本上就叫做蚊比和牛比 差差不多有三四倍 所以這一家的大疆 就幫中國賺了很多的外匯 特朗普總統打擊這個大疆 當然就是會釋放一個市場空間出來 讓美國的無人機公司上位 所以這裏行政命令 究竟會不會是 拜登上台之後就即時推翻 其實是未必的 要視乎幕後勢力 如何判斷這個利益 其實這真的是一件很大的肥肉 在去年的時候 總共有6800萬台的無人機出貨 大家試想想一下 大疆市佔率是7.6 6800萬台機 乘回7.6 大概就是5100多萬左右 就當5100萬 一台這些無人機賣多少錢呢 如果大家有玩就知道 消費型的無人機 即是大家自己拿來玩 自己擺在空中飛行 拍攝那些 這10,000元就走不掉了 當10,000元一部 是否保守一點 5100萬台乘回10,000元一部 那裡是5100億 當然 這就是包含了成本在內的銷售額 不是只賺 但就算每一台的無人機 只賺2-3,000元 其實那條數 都很融 所以 如果真是能夠釋放 這個無人機市場 給美國的公司 去借 那些利益集團 就沒有理由 說不允許 而且這個份額 只是說 那些消費型的無人機 還沒說商用的無人機 商用的無人機 那些價錢更厲害 五位數字尾 六位數字頭 就叫入門級 好了 說得這麼貴 到底這些商用無人機的應用領域 在哪裡 根據去年最新的調查顯示 有四成半用作行政用途 兩成半就是消防用途 一成七就是用作地理的測繪 或者是其他商業用途 另外一成三就是用作農業用途 所以就真是多功能的 很廣泛 這個根本上是一塊極大的肥豬肉 如果美國的公司能夠分一杯羹的話 沒理由說 是不肯的 所以這道行政命令就是為拜登擺下了難題 他本人就很親中 但是他能不能夠所有這些行政命令都全部推翻 看怕都是 未必得 所以到時候他都不知道怎樣拆好 而且這道行政命令的期限其實就是跨越了本屆總統的任期 因為裏面就提到 說要在60天之後 提交一份報告 到時候就不是特朗普總統來看 就變成拜登來看 這道行政命令 如果簽完之後拜登推翻不了 即是要被迫來接受特朗普總統任期內 所作出的決定 所以就很過癮 跨越了總統的任期 完全沒有把拜登放在眼內 拜登當然也都可以不把特朗普放在眼內 但是 如果幕後的勢力會認為 這道行政命令是正事不取消的時候 拜登就很閹門 到時候你就要被迫來去執行特朗普總統時期的行政命令 所以 你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傀儡 你是現代版的普怡 不過普怡被擁立做皇帝那一刻 就是三歲 你拜登就已經是七十八了 最後又想說一下 關於第一夫人梅拉利亞 他昨晚發表了一份林別宣言 其實他就說得很好 他就呼籲民眾要拋棄仇恨和暴力 而且也感謝民眾 在武肺疫情期間所作出的努力 其實他就真的說得很大方得體 特朗普總統一早就已經說明了 說不會出席拜登的所謂的總統就職典禮 而梅拉利亞也叫做 呼槍虎徐 因為在傳統上來說 現界總統的夫人 一般會留在白宮那處 接待新一任總統的老婆 但是梅拉利亞就說 他就不會留在白宮那裡 就會陪伴特朗普 去出席他那個寬送儀式 他這個舉措就反映得到 他兩夫妻就叫做夫妻同心 亦都是向主流媒體刮了一巴 大家記不記得 早一兩個月之前 有些主流媒體言之作作 說到第一夫人準備 要執包袱離開白宮 就是要 跟特朗普總統決裂 要跟他離婚 說到是繪形繪星 終於現在就叫做什麼 四個字 好頭好尾 根本上就沒有發生 他們所說的事情 之後再怎樣 就已經是不關係 因為他之後也不再是第一夫人 但他做第一夫人這個身份的時候 每一天都是黑盡己任 根本上就沒有出現主流媒體所說的廢話 你不要說之後說的事情 十年之後才發生就沒有用 起碼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到卸任為止 都沒有出現 所以那些主流媒體 根本上就在廢話 但是他們不會作澄清 亦都不會道歉 你報錯了 是不是 沒有道歉 任說 那你這些主流媒體 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 天天搞文藝創作 老屈特朗普 然後把他污名化 妖魔化 那樣 不如接近他 真是 不過不能接 因為他們要繼續 勇立拜登 無論如何 既然都來到現在這一刻 大局議定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會持續關注 特朗普總統在未來的動向 同時也要祝福特朗普總統 生活愉快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